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殷茜音说话间已经拿出了一个包裹递给了莫无忌 多谢殷师姐 莫无忌赶紧把包裹接过来 这包裹正是他之前托殷茜音带出来的那个 里面可都是他炼制的灵药 还有半截断剑和一个法际传承水晶球 包裹抓在手中 莫无忌心里感叹不已 殷茜音可以光明正大地说送他灵草 这灵草不用问 大家也知道是无痕剑山来的 可他却连一瓶丹药都不敢带出来 这就是差别 莫无忌 有什么需求 你尽管去丹氏点提出来 孤然语气很是何许 对莫无忌似乎格外的客气 莫无忌对孤然印象不错 他也知道 无痕剑派这个宗主虽然不错 但对他的客气的主要目的 还是要他多为宗门做苦力 多多炼丹 莫无忌再次感谢道 多谢宗主厚爱 我有些疲倦 先回去休息了 他是一个客亲胆士 无痕剑派这次 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商量 这些事情 和他一个客亲毫无关系 他还不如早些提出离开呢 离开燕尔一个月 莫无忌心里一样非常着急 他不知道燕尔现在如何 和宗门中的诸位大佬告辞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了血欧湖 莫少爷回来了 看见莫无忌回来 熊秀珠赶紧迎了上去 攻神失礼 他是听见燕尔 总是有事没事叫少爷 所以也就跟着叫起少爷来 燕尔还好吧 莫无忌点点头 跟着就问道 燕尔小姐很好 他过来了 随着熊秀珠的话音刚落 莫无忌果然看见了燕尔 他手中抱着那个莫无忌 从海西角拿回的土黄色蛋 正从血欧湖那边慢慢走了过来 或许是因为这土黄色的蛋 是莫无忌交给他的 现在这个蛋不但成了他的玩具 甚至成为了一种寄托 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燕尔看见莫无忌 立刻乖巧地站在了莫无忌身边 莫无忌见燕尔脸色红润 身体也丰满了很多 心中对熊秀珠更是满意了 这说明他离开后 熊秀珠对燕尔的照顾非常的好 你很不错 莫无忌满意地说 熊秀珠则赶紧攻身 多谢少爷收留 我在这里过的比以前好多了 少爷您先喝杯水吧 这话熊秀珠倒是没有瞎说 他的肤色显然是白了不少 而且手也没有一个月之前的粗糙了 此刻见到莫无忌回来 赶紧去倒了一杯水 一个杂义弟子也敢自称少爷 好不要脸 一听到这个声音 熊秀珠手中的杯子滑落在地 莫无忌甚至可以看见熊秀珠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正在微微抖动 然后就开始往他背后缩起来 可见熊秀珠对这声音有多么的害怕 莫无忌抬头 看见两人正沿着血呕湖走过来 其中一个莫无忌认识 正是杂义弟子的指使乌开 乌开似乎正在不断的劝说什么 只是前面那人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乌开也看见了莫无忌 他赶紧积走几步来到了莫无忌面前 哎呀 莫兄弟回来了 乌痕见山传颂出问题 如乌开这种杂义弟子的指使是根本没有资格知道的 他只知道莫无忌得了石丹师的青睐 成为了石丹师的药童 莫无忌点点头 目光落在了这个骂他的男子身上 这男子典型的三角眼 本身长得还不算丑 不过那对三角眼让他的颜值瞬间下落了数个档次 一个杂义弟子认识了乌开就敢自称少爷 老子岂不是可以自称帝王了 三角眼见莫无忌没有反应 走到近前再次说了一句 莫无忌想到不久前熊秀珠的反应 似乎猜到了一些这家伙是谁 若是没猜错的话 这三角眼应该就是打断熊秀珠丈夫讨好腿的那个家伙 莫兄弟 这位是火箭峰封主的本家弟子 藏文斌 乌开怕莫无忌乱说话 冒犯了三角眼 赶紧在前面提点了一句 莫无忌虽然得到了石丹师的青睐 但是和藏文斌比起来 那还要差上一些 毕竟莫无忌不过是个药童罢了 就算是出了什么事情 石丹师也不会因为莫无忌去和火箭峰封主交恶 说完之后 乌开又赶紧对三角眼说 藏公子 这位是莫无忌 身受石丹师的青睐 如今正在石丹师的手下做事呢 乌开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想让藏文斌忌惨一下 不要做得太过分 哼 原来是个药童呢 藏文斌不屑地讥讽了一句 然后脸色一黑 小小药童 滚一边去 今天我不是来找你的 莫无忌猜到 是因为她收留了熊秀珠夫妇 迎来了这三角眼的不爽 她心里倒是挺奇怪的 按理说 就算是陶傲夫妇得罪了这藏文斌 藏文斌在打断了陶傲的腿后 自然不会继续和陶傲夫妇 这种底层的人去计较 可现在她不但计较了 还特意追到了这儿 藏公子 东西我们已经给你了 陶傲多嘴 也让你打断了双腿 求你放过我们夫妇吧 熊秀珠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藏文斌脸色一变 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一个地级纵门的外门弟子 会要你一个小小杂意的东西 熊秀珠赶紧把头扣在地上 连声说道 是我瞎说 求藏公子原谅 原谅你可以 你带着你那断腿的死鬼男人和我一起走吧 嗯 藏文斌哼了一声 三脚眼闪过了一丝力忙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 他隐约感觉 从熊秀珠手中拿来的东西不一般 这才起了灭口的心思 一听到要让自己一起过去 熊秀珠整个人都有些发软 这一去还有命在 那才是怪事呢 他也知道 继续留在这儿 只能连累墨无忌 是 是 我们这就和公子一起走 熊秀珠颤声爽 等等 木无忌从开始就没有理睬着藏文斌 现在熊秀珠要离开 他才叫住了熊秀珠 熊大姐 你现在是我请的人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离开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我不在这儿的时候 这三脚眼有没有来骚扰过 他 他 熊秀珠压直大颤 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木无忌 事实上 木无忌不在这儿的时候 藏文斌来过一次 那次不知是为什么 藏文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让人给叫走了 你找死 藏文斌一步上前 抬手拍向了木无忌的脸 木无忌脚步微微错改 手腕扬起 同样是一巴掌拍了出去 啪的一声 这巴掌结结实实落在了藏文斌的脸上 藏文斌虽然有灵根 但灵根一样不砸地 完全靠着足书的威风 这才勉强到了拓卖二层 不要说他根本就想不到 木无忌敢对他动手 就算是他想到了 他也让不开木无忌的这一巴掌 在木无忌这一巴掌下 藏文斌的牙齿霍着鞋就飞了出去 他整个人也被木无忌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乌开顿是懵了 木无忌居然一巴掌把藏文斌给打飞 还打落了牙齿 这件事情 闹大发了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